台北股市今天反彈超過100點 行情回到15300 你開心嗎 就好是今天心情非常沉重 因為這樣的行情代表了很多的人 在昨天行情破滴的時候 自我了斷了 非常可惜 今天的節目我們一起來探討 歡迎收看股市招勁 我是陳俊杰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招邀來現行 好的今天來講的話台北股市出現反彈 那反彈了超過100多點 我相信就是說看到今天的行情 也代表著說整個台北股市 他又有一批人在昨天前天行情破滴的時候 自我了斷了 行情就是如此啦 那當然就是說 舊老師的節目 我希望可以幫助到市場上 很多人在這個行情動盪的過程 至少有一個方向 或是你手中持股部位 到底有沒有多殺多的條件 你先搞清楚 很可惜啦 來今天舊老師其實內心非常沉重 因為行情大漲起來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每一次都在台北股市破低 然後很多人在 覺得大盤低點也許要破1萬5了 自己就覺得說手中持股好像有鬼一樣 我已經聊到 檢視手中的持股部位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去猜大盤的低點 這一檔2368的金像電 今天漲了4.4% 我為什麼要提這一檔 來我相信就是說齁 你在我的light這一邊有好好去 把握住舊老師 在最近節目上不斷的提醒大家 你手中持股讓我來幫助你 有沒有真實多殺多意圖 有沒有真實多殺多的條件 讓我直接來告訴你 不是看到跌這檔股票就完蛋了 其實蠻沉重的 因為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今天它漲了4.4% 很可惜 這檔股票我沒有帶會員賣在90塊以上 這檔股票我的會員沒有賣在90塊以上 但是齁 這檔股票我內心沉重的是 我們明明在那個行情破滴的時候 前面兩天 就好是其實在light這裡齁 有朋友留言來問 老師這一檔股票來講你怎麼看 可惜齁 我怎麼談齁我怎麼講齁 他今天來講在我light這一邊直接 留言給我老師你是對的 昨天跟前天不是亂賣股票的時間 你看到大盤破低嗎 你把手中的持股不分3721 直接隨便亂賣 你如果是追在這裡齁 那鐵定的 你看到漲起來 因為金像店是前一個禮拜 非常熱門的股票 6月份第一個禮拜它直接創新高 而且還鎖了一根漲停板 很多人因為這樣的關係 然後直接就是買了90塊以上的金像店 你如果在那個行情往下殺的過程 你把金像店停損 那可能就是無話可說 因為你可能就是齁 在那個追高殺低的過程 看到股票漲起來才要追 那真的沒有辦法能夠幫助到你 但是昨天跟前天的行情 大盤重挫 我很遺憾齁 那位朋友跟我說老師你是對的 那代表什麼 你把這一檔 一直維持在年限扣底值 然後從來沒有跌破過年限的股票 直接看到大盤破例 你直接把它賣在一個低檔區 賣完之後看到股票漲起來 雖然今天沒有漲停板 但是這樣的問題 這樣子的操作 你說你賺了再多的錢 也經不起在這樣股票市場裡面恢復 所以今天行情上漲 其實我開心不起來的 我在節目上已經不斷呼籲了 大盤破低 他絕對不是你應該要去 那個真實應該就是現在裡面的 哇你看到那個15159被跌破了 你馬上就聯想到大盤低點是不是14000了 是不是13000 12000了 我的Light我已經不斷的呼籲 就是說你手中持股 不是看到大盤跌就隨便的 那個看到跌就賣 因為你只要看到跌就賣 一定是股票漲起來的 你這樣才去追 所以我內心非常沉重 我沒有辦法幫助到所有人 包含的就是說我明明在Light這裡 你都已經來問我了 我都告訴你這一檔股票 他根本沒有殺多的條件 因為他根本融資低水位 沒有人在用融資追他 也許你今天看到大盤漲起來了 那如果下個禮拜行情漲完 又開始動盪了呢 你是不是又開始就是 回到一個漲起來去追 掉下來再去砍 是不是要這樣子 我每一次看到這樣的行情 我都覺得心酸 因為明明大盤破滴 很多股票 他有籌碼上面的優勢 明明沒有殺多股票的條件 你確實把他胡亂賣 你禁得了幾次這樣的追高殺低 畫面上這個QR Code 我希望說你掃描加入我的Liant 或者是畫面左下角 小小數go rich55688 我希望就是說透過這個Liant 讓我現在動盪的行情 可以真實幫助到你 你不需要馬上加入我會員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你手中的持股 如果沒有殺多的條件 你不需要在這種行情裡面擔心受怕 另外一檔 我相信這檔股票在我的節目裡面 大家應該也非常熟悉 當然這檔股票跟金像電一樣 我如雨晶大會也賣掉了 當然沒有那麼厲害賣到最高點 這檔股票也漲起來 一樣 我也覺得非常可惜的 其實我可以有機會幫助到 許多投資朋友的 可是就非常非常遺憾 這個禮拜行情破滴 很多人追高完之後 被逼得去殺在地點 你賣完股票 你賣股票的原因是因為大盤下跌 大盤破滴了 所以你要先看到這種場景 你必須先讓自己冷靜下來 所以你先賣股票 你會去追這一檔系統店的朋友 我相信我在賣股票的時候 賣這檔系統店 帶會員出清的時候 獲利出清的時候 你看到系統店它有很多的利多因素 我在節目上已經談到這檔系統店 我為什麼要先把它收回現金的理由呢 因為它沒有軋空的條件 可是你如果追高之後 不分三七二十一的 看到跌就賣 你能經得了幾次 雖然這一檔股票 那不是所謂高價股 但是一樣的 這一檔股票 它從來沒有破過年限扣底值 像這類的股票來講的話 大盤破滴的時候 你第一個 好好檢視一下 它有沒有殺融資的問題 如果沒有來講 你要知道 它的格局 還維持得比大盤強勢 你不要說抗跌 你只要不追在高檔 你不要看到利多放出來 你才要去買它 你自然就不會有那一種 被逼著要停損的問題 但是當一檔股票 如果沒有殺多的條件 沒有殺融資的問題 大盤跌的時候 破滴的時候 你真的必須要保持腦袋清醒 我相信今天來講 系統店漲起來 收盤是44.85 我還是要跟大家來談 因為我在6月份 一進來6月份 6月2號的節目 我就已經跟大家 在節目上直接的 把會員扣訊秀出來 我賣在初清在47.15 到現在 月底了 我賣的還不吃虧 甚至就是說我們把收回的資金 我相信 58張的系統店 我們收回資金賣在47.15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這個是我自己要聊到 就是說眼前這裡 如果你手中的資金 你持股是2、30張 一檔股票是2、30張在持有的 在操作的 這種格局 你更要去好好的檢視一下 手中的持股部位 因為JALS其實已經很明白了 在行情大跌的時候 我已經不斷提醒 大盤破滴 沒有錯 大盤破滴我已經告訴大家 他理由是什麼了 禮拜一的節目標題 我直接告訴你 多殺多走勢的股票 才是你應該擔心的 如果你手中股票 沒有多殺多的問題 沒有殺融資的問題 你要知道 當市場上有一批融資籌碼被逼到 停損砍出去了 他畢業了 那個反而是 整個大盤反彈的開始 今天我心情非常的沉重 因為我看到 很多人 因為今天行情的大漲 雖然漲長120幾點 但是他意味著市場上有一批人 他被請出場了 但也同時的也有另外一批人 砍錯股票 今天來講的話 看著行情往上拉 驗證的時間 森達科前兩天不是跌停版嗎 我已經講得很明白 我為什麼敢在節目上講 跌停版的股票 你是不是又被請出場了 這檔聲達科 我在節目上解析過 而且是前面兩天的節目而已 畫面 直接告訴你嗎 大盤破低啊 對大盤破低沒錯 大盤破低沒有錯 但是財富的關鍵不是 不是大盤低點在哪裡 而是你要懂得去看一下盤面上的股票 他如果沒有殺多的條件 他如果有反向軋空的條件 這是畫面的截圖 跌停版的時候 我把當時候節目畫面的截圖 直接拉出來 當時候我已經告訴你熔券往上飆 跌停版長黑棒 跌停版 跌它漲還是跌 昨天大盤破低 它漲還是跌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最好是YouTube頻道 最好是Lineit 尤其Lineit非常重要 你務必要知道 大盤的動盪 美國股市現在也許 漲起來了 你可能又忽然間看到它往下又暴跌了 很多人非常擔憂 沒有錯 但是越是這樣的行情 你要讓自己保持內心的平靜 檢視一下手中的持股部位 絕對是你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Lineit現在 鐵定是你務必要懂得 好好利用的一個關鍵 小老鼠GORICH 55688 小老鼠GORICH 55688 今天來講的話 有一個族群 叫做元宇宙 當然啦 你如果看新聞來講 宏達店的老闆娘 去當了中國某某公司聯想 獨立董事 這樣子那股價都可以漲平板 但那不是我的股票 那不是我的股票 我的節目就是這樣 不是我的股票 我是告訴大家拿出來 那如果是我的股票 我就直接會告訴你 我相信 你有好好利用我Lineit的朋友 前面的兩個月 你在Lineit那邊留言問我宏達店的 我就可以告訴你 你這檔股票不要亂砍 宏達店 他會有一波讓你可以逃命的機會 我相信 你知道我Lineit這一邊 有問宏達店的朋友 三位的算不多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一檔股票如果沒有殺融資的問題 因為宏達店那樣的股票 我相信市場 再多人對於行情多麼看好 基本上應該也不會用融資去追宏達店 用融資去買宏達店 通常比較多是追台積電 甚至就一路的攤平台積電 那個還比較正常 所以我相信你有好好利用我Lineit的朋友 你被套到宏達店 你今天讓你看得到 這個禮拜讓你看得到 我在Lineit這邊幫你持股見證 一定對你有所幫助 絕對不是亂講 因為一檔股票如果有機會 後面有機會 你為什麼要隨便亂賣 尤其是大盤動盪的過程 我相信我的YouTube頻道 大家你如果已經有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相信就是說蠻多的一個 軋空走勢條件的一個解析影片 包含了台積電的解析影片 包含投信索碼的解析影片 我都已經陸續公開分享了 每個禮拜的週報 我相信你都已經看到裡面的內容 我週報裡面都會分享一檔指標的股票 分享給大家 我已經告訴你了 上個禮拜我們分享那檔股票 你只要把他的條件 我講得非常清楚 你只要把他的條件 放到股票的市場裡面去做檢視 跟他一樣條件的股票 你幹嘛要去擔心大盤破滴啊 這個我不是第一天講 尤其是行情破滴的時候 我更是強調這一個關鍵 現在你不是猜大盤的低點在哪裡 因為大盤的低點讓你猜對了 請問你 你手中的股票籌碼條件不對 大盤的低點讓你抓到了那又如何 因為我相信你看看大盤的日見圖 你看就知道 不是只有股票 你包含連做期貨的 你看空台北股市 你都沒有辦法閉著眼睛爆空單 一路往下掉 因為這一段的行情 它有一個格局是下殺取量 又空足底 這個過程一直到現在 因為眼前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必須強調 空單的比重沒有辦法拉高 放空的融券飆升的速度 最近還想停滯 它就在50萬張停滯了 所以就變成說大盤的成交量 一定要透過下殺取量 你沒有發現 每一次大盤破滴它是有量放出來的 你應該怕的是那個無量下跌 你如果是真實股市老手 你應該擔心的是無量下跌的盤 不是這個每一次破滴量都放出來 每一次往下殺 量都放出來 這種行情不是你應該擔心 你這種行情你就更要知道 它不是標準的熊市格局 我已經聊到了 你如果是真的讓你跌到讓你真的 大空頭的走勢 它會讓你破滴的速度 會讓你趕不上 你怎麼猜低點它都破在前面 你猜了任何低點它都直接破 而且三五天都直接往下灌 你猜低點的速度 永遠跟不上它破底的速度 所以現在這種行情來講的話 你更要知道 個股它不是每一檔全部都空頭 你的股票如果 它有一個軋空走勢的條件 你的股票如果法人已經鎖馬 你真的不能因為大盤的動盪 隨便的亂賣 甚至你手中有資金或者你要換股的人 你更要鎖定籌碼條件 能夠幫助你在後續行情大盤動盪 然後它股價可以往上走的股票 台加索 我相信你有看我節目的朋友 這檔股票我不是第一天談 這個禮拜它大腸黑棒的時候 我直接拿出來在節目上分享給大家 溫潭啊 我會有會員問說老師這檔股票我們有賺錢 要不要先賣 我說不要 先不要 我一定聊到 最高的融資已經被洗乾淨了 今天來講的話 慢慢你看到放空的融券開始往上增加了 這檔股票後面還會有高點 如果你換股是不是要換到這種股票身上 那你買它的時間點是不是應該是下跌的過程去買它 怎麼會是那個上漲的過程漲停板之後 然後你才去追它 不是嗎 你如果追到就是剛好我要帶會員賣掉了 你不是跟前面的系統店一樣 當然金像店我沒有賣在90塊以上 但是至少 我們不會看到漲起來才要去買它 台加速我相信這個畫面的截圖 我已經講得非常明白 甚至就是說當時候行情大跌 禮拜一的盤 今天禮拜五的 行情重挫 它大藏黑棒 它是多殺多的股票嗎 不是啊 我講得很明白 不是多殺多的股票 它會讓你看到 後續來講的話會有所表現嗎 台加速黑檔股票 它不是唯一的一檔 我在節目上直接拉出來跟它談 甚至就直接告訴大家 我的會員手中有這個 行情下跌的時候 我就是帶會員 你那個有資金的 我帶你趕快滴接 我就是要盯住然後成交 不管它跌停板 胡連不是跌停板嗎 台加速長黑它跌停板 對你看今天禮拜五你看一下 它是往下崩嗎 反而融券 飆升的速度 融資 被洗出去的速度 所以我必須要跟大家來談 現在來講的話 你就是必須要找這樣的股票 你知道嗎 胡連破底翻上來已經超過三成了 但是這樣的股票 融資被洗出場 融券被右空跳進來 這個跌停板 你怕它幹什麼 這個跌停板 是創造這一檔股票後續的機會 你知道嗎 大學光 一樣啊 大盤跌的時候大盤破低的時候 我跟你介紹它 破底翻上來漲已經三成了 我想你非常明白嗎 因為我會覺得說 今天行情大漲 那我要告訴大家的 重點不是在這些股票賺多少錢 而是在說這些股票明明一直不斷的 都我在節目上跟大家所提醒的那一個籌碼關鍵 融資退場嗎 融券飆升嗎 這樣股票你理大盤 往下破低幹什麼 它會走它自己的路 中高價的股票 200塊以上的股票不會只有大學光 你知道明明有這麼多的股票 它可以幫助到你 在這種行情裡面 也許它不會讓你很快速的可以賺到 所謂移動房子啊 或者是整個一台的VNW 或是一台的跑車 它也許沒有辦法 但是明明這種行情 你的資金明明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避險的地方 你的資金明明可以有一個讓你 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可是你現在 卻被市場媒體這一些 瘋傳的熊市的標題 瘋傳哪些股票 大盤要跌到什麼地方了 你去確實這些賺錢的機會 也許你不會一夕自負 但是這一些股票 它可以幫助你在這一段時間 不用去理會大盤破低你知道嗎 我希望我分析師這一個資格 我希望我分析師這一個證照 它可以幫助到市場很多人 有時候我看到這種行情 我似乎覺得有種恨鐵不成鋼 我不曉得我要怪自己 還是希望就是說 投資朋友可以多聽我講一些 這樣的一段話 我現在精英會員來講的話 把陸續的把一些前面破底翻上來 我們抄底 我們有爆到底部區的股票 我們上來逢高了結收回資金 我們就是慢慢的 要去抓那一些有軋空條件的股票 當然啦 如果融資開始追高的 我鐵定一定要調會員把它賣出去 這一段話 我相信從4月份行情不好的時候 我就不斷的在節目上講 行情越動盪 你內心要保持越平靜 你能夠內心保持平靜 你就可以看得到市場上面 那一些貪婪的資金 也就是說外資法人 他們表面上賣那麼大的數字 8000億 9000億 創下歷史新高數字 但是你知不知道 外資賣掉其他的權重股 他賣台積電 他賣貨櫃三雄 他賣那一些權重股 可以控大盤的權重股 他要逼掉那一些 那些敢在藏黑不斷不斷去 留多單的那些散戶籌碼 他逼退那一些籌碼 籌碼乾淨後面才有一段大行情 所以只要你手中的股票 避開那一些權重股 你知不知道很多的小型股 他如果籌碼乾淨 反而外資法人在賣超那些權重股 資金會抽回來去買那一些 中小型 後續籌碼乾淨 可以軋空的股票 你知道嗎 5月份行情破低對不對 5月份行情開始往下破低 很多人在5月份覺得1萬5要破 整個行情應該會回到1萬2 1萬4 市場上很多人在喊 但是沒有關係 本來這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時代 但是你在看到市場上喊低一點的過程 你要懂得同時也要去看一下 盤面上面的資金流動包含了個股的一個落差 到底在哪裡 200多塊的股票啊 不會只有大絕光 9921巨大 破底翻上來 他漲了只有18%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第一個融資被洗出場 第二個融券開始往上飆升 你覺得他只有這18%的漲幅嗎 你也許會覺得大盤回不了年限 但是這一些股票 他的籌碼乾淨有人放空 有軋空的融券可以用 你覺得他會不會領先大盤回到年限 9914美利達 當然不是所有融資都是錯喔 這一檔的 美利達 很明顯的 有一部分 逢高的融資 有一個退場的動作出來 所以有一部分的融資 他其實是在這一檔 美利達身上可以看到他抄底是成功的 或者是 在前面這一邊 去追高的 後面來講的話 他解套了 但是我要看的是現在 現在的角度來看 融資退場 融券增加的股票 你覺得你該不該鎖定他 因為第一個 他的表現會比大盤強 第二個部分籌碼乾淨 自然而然會引來法人的鎖碼 畫面左下角 小阿鼠GoReach55688 小阿鼠GoReach55688 最近的時間 最近這一個多月 我在Lite這一邊 我相信我分享的資訊夠多了 你到現在 還沒有發現 我一直不斷的提醒你 什麼樣的股票在後面有機會嗎 我甚至錄製了很多深度解析的影片給你 每一個禮拜的週報影片 我相信上個禮拜的那一檔股票 你如果懂得把它拿來運用 你會知道 慢慢的有一些200塊以上 的股票 他已經就那個條件 開始在往上破底翻往上走了 這一檔美食 雖然他股價是100多塊 但是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好是在節目上 就好是在Lite這一邊 所去分享出來 給所有投資朋友的訊息裡面 我的影片直接就告訴你 一檔股票為什麼可以 不理大盤走自己的路 因為我已經講得很明白 大盤在殺融資 只要你的股票沒有被殺融資的問題 他會走自己的路 只要你的股票 開始融券 有那個軋空的條件出來 他會不斷的走自己的路 不會理大盤向下破底 所以我一直不斷提醒大家 不要去猜大盤低點 因為你猜對也沒用 讓你猜對大盤的低點 好你期貨那邊去放空 我相信 你昨天有爆空單 你今天看到拉起來 你要怎麼辦 你禮拜一看到行情重挫 你手上有期貨空單 你看禮拜二那個大漲 你早就扛出去 你扛出去完 看到禮拜三又破低 怎麼辦 你可以發現 眼前這個大盤格局 他不是你過往所看到的 那個空方的趨勢出來 那個行情下錯 你閉著眼睛 爆個空單三五天 行情就可能會讓你賺個一千點兩千點 沒有啊 他也許會讓你 可以賺個一百點兩百點 後面讓你回吐三百點 等到你按耐不住了 停損了 再往下破 中盤已經走了 兩個多月三個月的時間了 我不曉得 你們這邊 對於大盤的觀察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每一次破低 量能都會被放出來 有一句話叫下殺取量 有一句話叫右空足底 如果是空投格局 這些股票 不會破離翻上來 我希望我的節目可以幫助到市場 更多的投資朋友 因為眼前這種動盪的行情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利空訊息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讓你擔憂的事情 包含了現在來講整個台灣的市場 你可能會聽到很多人 好像就是說物價上漲了 現在最近在討論電費要不要上漲 你聽到央行跟著要聯準會要升息 你聽到市場上談說說你現在有背房貸的人 生活會過得更辛苦 但是越是如此 你越要知道 投資市場這一邊 他不是沒有機會 只是你要懂得去運用 不是看到跌或者是行情這一邊 這麼多的利空大盤破低 或者你覺得外資賣超成這個樣子 整個就好像世界毀滅 有些人 他是睡不著覺的 但是你如果懂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越是動盪他越蘊藏的機會就更大 因為這樣的行情 他後面所醞釀出來的一個反彈的過程 他所出現 締造出來反彈坡的走勢 他不會是你現在所看到這種場景 也許會超出你的預期之外 但是這邊我要提醒大家 反彈坡他是必須用逃命來做一個檢視 不是代表後面行情 反彈起往上攻 他可以攻一萬九兩萬 還沒看到這樣的條件 但是你鎖定我的light鎖定我的節目 真實具備那個條件 我會在節目上提醒你 眼前這個動盪的過程 務必的留意 請大家善用叫做light 因為這邊很多很多的機會 明明你可以不要胡亂殺低股票的 明明你的股票是後面來講的話 會有機會做一波反攻的 可是你卻因為你內心的恐慌 隨便賣掉了 或者是你本來原本有資金 你明明可以在這個階段 進去卡位那個嘎空條件的股票 可是你因為大盤破低然後不敢動 多可惜啊 今天行情上漲 就好是其實開心不起來 因為代表的有些人被請出場 有些人自我了斷在昨天下跌的過程 然後看到今天行情漲起來 所以我實在 沒有辦法太開心 因為 有人 有投資朋友 在今天看到金像店拉起來的時候 直接回我說老師你是對的 不應該隨便亂賣 持續鎖定我的節目 我們一起來掌握接下來的行情怎麼來看 觀眾朋友 喜歡劉老師的節目嗎 如果對你有幫助 歡迎大家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加入劉老師的LINEAD粉絲團 小老鼠GORISH55688 小老鼠GORISH55688 好我相信就是說我的節目包含了 我每一天在LINEAD所分享出去的訊息 裡面來講的話 我都跟大家談到融資的維持率 我相信就是說市場會去探討這個原因 我相信也是因為大盤的動盪 大盤的破低 我在節目上 我在每一天盤前所分享給大家的 因為最近這兩天 我LINEAD直接告訴大家 大盤破低對不對 融資維持率是連續兩天創下 這超過一年以來的新低 也許你覺得大盤還有低點 也許你覺得融資維持率應該要回到 過去8523那個時間點不管 但是你千萬要記得 你再怎麼看壞行情 你都要有一個觀察的指標 可以幫助你 不要在一個行情明明會強談 行情這一邊來講的話 明明會有一個機會讓你做換股的動作 或者這邊不應該殺低的那個關鍵 他有一個指標讓你觀察 我已經提醒大家了 因為這個禮拜 我不是因為大盤禮拜二大漲起來 我才告訴你 因為大盤跌了說不定告訴你了 你的股票是不是真的多殺多 如果不是多殺多 你要知道隨時隨地 他會隨隨便變一個理由 然後就整個翻起來 我相信最近這一檔股票 非常紅 最近這幾天 紅搭電 我相信就是說這一邊來講 我特別要跟大家來談 雖然不是我的股票 雖然不是我的股票 但是你會發現 他為什麼可以漲停板 就因為王雪洪董事長去當聯想的獨立董事嗎 就因為元宇宙嗎 我相信前兩個月 大盤往下破地的過程 大盤往下殺的過程 你看到美國股市暴躍的過程 你知道我Light這一邊 甚至你有跟我通上電話的 因為我相信 86張的紅搭電也不是什麼小的數目字 但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一檔紅搭電上來的過程 他出現了什麼 融券標高 當然這邊我這個節目上直接就提醒你了 融券標高的紅搭電 也開始出現融資有追價了 所以你紅搭電你要懂得怎麼賣 我相信 在我Light這一邊 前面兩個禮拜 上個月 你有留言問紅搭電的朋友 你這樣可以看得到為什麼 我會告訴你 一檔股票不是一路往下跌 他是絕望的 你要知道 當你不是用融資來去攤平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一個過程 大盤如果不是真實讓長驅直下殺到讓你絕望的過程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確實 大盤要回穩就是 就是要讓很多人絕望 但是眼前這個時間你可以去利用 很多人想要喊低點的那一種欲望 然後你要知道他會造就一批人 去欺負一些弱勢國 紅搭電就是因為太多人欺負他 然後融券飆升造就了王雪洪董事長去當個聯想獨立董事 直接就炒作起來了 後面怎麼賣 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來講 如果你信任我 包含 前面兩個禮拜 還有上個月留言問我紅搭店的 我已經告訴你怎麼賣了 他有一個價位大概在那個位置而已 所以這一個今天來講問題提醒你 紅搭店它的融資 開始有人追了 好不好來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這種行情 切記好好的檢視手中的持股部位 千萬不要因為大盤動盪 然後就讓自己趴在前面 我拜託各位 眼前這種行情 先看好自己手中的股票 它的籌碼條件到底是什麼 如果不是多殺多的股票 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很多人看到那個漲起來了 他才發現 我跌的時候隨便說要亂賣 後面他居然漲起來讓我賣 明天很美好 很多人是讓自己 死在前一天的晚上 這種股市的悲劇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的可惜 也覺得說 在我的有限的能力範圍裡面 可以讓更多人不要再發生這樣的遺憾 祝福大家 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 來看 祝福語 創意 各位 各位觀眾朋友 喜歡鞋老师的節目嗎 如果對你有幫助 歡迎大家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加入鞋老wright的 LINE coworkers 小老鼠GORISH 55688 小老鼠GORISH 55688 歡迎分享 摩尔证券投顾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